它有五个色的能量汤 那些被杀的动物 祝福他们早生散到 还没有被杀的动物 我也祝福他们说 期待我们人人口下流情 留给他们一条生路 二十多年前左右 我妈妈第一个生病 然后我就六神无阻 我就傻傻的 我跑去观世音菩萨圣向前 我拜愿吃素一年 让妈妈的病好起来 观世音菩萨救救妈妈 然后妈妈真的好起来 我开心 我吃完那一年 哪里知道 爸爸的时候 也是就又快点 跑去跟观世音菩萨求 之后 其中一位老人家 又来 连世三年 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求 我也应该开始习惯了 我在持世一两年这样 然后2011年妈妈往生 我就说吃一年给妈妈 回乡给妈妈 一吃就吃了五年 吃了2015年 我得了癌症 做治疗的时候 叫人说你不可以再持树了 说你瘦到这样 我投降 就出婚了 然后我也开始精神好一点 我就再倒回去树 我不在意说有没有营养的那些 所以体力一天一根好 我可以爬很高的山 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自得我骄傲的事情 到现在我当下的心情写照 是我炉树了 我不只精神要吃树 我还要生生四次吃树下去 这是长期的 这不是短暂的 上人就一直在说大宅教育就是 非说不可 非树不可 非推不可 我就开始在线上推速 有一道南传的朋友谈不成 不要紧 我只要很清楚地知道 我现在跟你分享 我只是在他们新的稻田里 花个异地种子 我相信那个种子已经在他的心 当因缘而合 那么就自动会萌摇 那些种子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在那种子 如果没有终于 就像一个 заг图的 这边 我们一起去